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ApacheCon 我的名字叫蓝青 今天我们在Big Data Track上讲一下基于Java的大数据机器学习方案 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首先来一点自我介绍,我叫蓝青,是一名塞尔工程师 现在是在湾区,然后我现在是在Amazon的广告组工作 主要负责我们这边的sponsor product 就是一些推荐的商品的一些投放 然后我同时在开元界的话是ApacheMXNet Incubating的PPMC成员 同时也是一个深度学义框架叫DGL的那个创始人之一 在业余时间我比较喜欢滑雪,也是一个美国职业化学教练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内容的话会涵盖四个比较大的点 其中第一点的话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考虑使用在大数据平台上使用Java做机器学习 然后我们会看一个基于Java的机器学习框架,叫DGL 然后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些在Scala 使用Scala或者Java的一个机器学习平台上的一些使用案例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大数据平台在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以及相关的机器学习应用的一个使用方法 好的,首先我们来先拿开第一点 因为可能很多同学都会有一些问题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在大数据平台上使用Java做机器学习 因为在业内的话相对来说很多企业 他们的这个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处理的话相对来说是分开的 一般都是把大数据处理完以后 单独把那些数据投放在机器学习的一个管道里面做一些处理的 很少有说能把大数据平台和机器学习组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想了解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Java Scala在大数据平台上的一些优势和劣势的分析 其中大家选择使用Java Scala在大数据平台上做处理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有非常强的一个生态 比如说像Apache Kafka,Apache Spark,Apache Flink 这些最开始都是基于JVM的方案 大家用Java做这种大数据处理也算是比较多的 相对来说无论是技术手段还是工具都是相对成熟的 同时使用Java Scala更大的一个点是因为它的性能会比较好 它的内存总体占用比较小 然后处理效率也相对来说会比较高 相对于其他的语言来说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在整个社区中使用者比较多 然后我们的方案也比较多 所以这是大家喜欢做这种大数据ETL之类的 使用Java Scala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当我们面对机器学习的时候 因为机器学习其实现在使用最多的语言肯定还是Python 无论是像现在的Pytorch Apache MXS还是TensorFlow 或者说是一些传统的数据科学使用的工具 比如说NumPy 3Py之类的 这些东西都是基于Python开放的 那么相比Python的话 Java Scala的它的问题就是在于它的前后处理 相对来说会比较麻烦 因为它没有像Python有那么多的工具 然后很多东西都是需要用户用Java自己写 或者是去调用Python去实现的 总体做起来会比较麻烦 第二点的话就是在Java Scala端 并没有像Python相对来说 比较完善的一个数据结构体系 总体来说大家采用的方案都是五发八门的 因为很多并没有完整的工具 大家都选择自己去写 所以导致接口十分混乱 大家处理出来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最后一点就是在内存管理上 如果说在Java Scala你直接使用 比如说使用它们的CZ接口 或者是直接去调用Python的话 会容易产生一些内存泄露的问题 所以总体来说这样做会不是很方便的 那么我们现在简单看一下 如果说我真的现在想从今天直接采用 当然我们这里是局限于在Apache Spark这个点上 因为Spark现在其实还是属于在业内使用最多的一个大数据处理的方案 那么在Spark领域上来说的话 它现在有下面几种的主要的机器学习方案 其中有一个就是PySpark PySpark的话简单来说就是直接使用Python process在Spark里面去用 它最简单来说就是它很方便去用 比如说你刚好有个Python的一个model 你不需要改代码直接丢到Spark里面 然后结合你可以使用一些像Apache Arrow这样的东西进行优化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使用这种工具做优化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性能会成为我们这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其实你的这个数据传输是会从 从最简单的就是从Java的这个Java的内存传到Python 然后就从Python传到Java再传到下一个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时间损失都会 都会在这种语言之内的传输上 从Java process送到Python process 从Python process送到Java process上 那么在这种情况用户需要用一些Apache Arrow这种工具 在CIA加层做一个深度的一个调度 这样的话就可以从CIA加层去走这个数据 从而去去去去去去去达到一定的性能提升 但是这个优化过程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 其他的方法的话就是Spark ML了 Apache Spark的话也推出了Spark ML Live 这个东西其实也是用的在业内用的非常多的 它提供了一些就是在机器学中很多常用的算法 但是它的那个算法的种类相比于 现在业内的工具组来说还是不够丰富的 所以说而且同时也不能兼具一些深度学习模型的一些应用 这些东西相对来说处理起来会比较麻烦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它这套方案是不容易导出出来的 一般都是要转成其他格式 比如说转成ONIX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就是泛用型的一些模型格式 才能在其他平台去使用 最后还可以说一下就是这个 英特尔在过去推出了一个叫BigDL的东西 它的话是同时支持TensorFlow Pytor这种深度学习框架 可以在Spark 基于Spark上面进行一个训练和推理的应用 但是它的问题就是说它的那个所主要的解析器 都是直接用Java Scala去解析这个模型 那么可能的话这个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会与Python的模型输出会有会有些出入 因为毕竟的这种使用Java和Skyla 这种解析器在深度学习 或者是机器学习模型上去推理的时候 会有一些相对来说不一样的实现 对 那么由由此产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的话 就讲一个新的一个工具吧 它可以有效解决上面这些问题 它的名字叫DeepJavaLibrary 就是一个基于Java的深度学习框架 首先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什么是DeepJavaLibrary 首先DeepJavaLibrary就是一个 基于Java的深度学习架构 它是构建于在Apache MX-10 Pytorch和TensorFlow 还有像PythonPython直接在建立在他们的CDA API之上的 然后它提供了一套完整的API的一个架构 然后用户可以直接调用它的这个 前端这个API去实现各类训练以及推理的工作 对于招待用户来说 它唯一需要接触的只有一个前端的一个API 可以很轻松的在10行或者20行代码内 在代码内去完成一个推理或者训练的应用 同时DeepJavaL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预训练模型库 我们提供了大量的预训练模型 包括像Apache MX-10 Groon CV Groon LLP PyTorch的Torch Hub 还有现在在业内比较常用的Heading Face模型库 都有涵盖的 同时我们也有一些来自于PyTorPyTor的一些中文语义模型 包括像Earning 还有一些PyTorch很常用的一些分类模型 在DGR过程中都有使用 然后DeepJavaLibray 目前已经在差不多20多家的生产 20多家生产环境中使用了 这其中在中国包括一些大数据公司 类似于Torch Hub Data 还有一些知名头部电商 直播平台和二手交易平台中都有使用 他们使用DGR的方法都不尽相同 然后DGR的话它是一个开源框架 它是由Amazon开源 在2019年ReInvent大会上开源出了一套架构 然后它是完全基于Java所构建出来一套架构 然后我们来简单说一下DGR的一些应用 DGR的话虽然身为一个招牌平台 但它其实可以实现大部分在机器学习中 所常用的一些任务 包括你可以在安卓中使用DGR进行一步推理 像在左手边DGR的应用 就是用DGR实现的一个 能够识别人的手写涂鸦的一个应用 在中间的这个项目是 由我们在DGR社区的一个积极贡献者 所写的一个FlyBird的应用 它使用增强学习算法DQN实现了一个 FlyBird的一个游戏训练过程 然后这个鸟可以通过差不多2万多个管子 然后从而达到不死的一个过程 然后总体来说都是完全使用Java实现的 然后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的CV或者NLP模型的这种类型 可以实现包括一些图像类的图像 图像分类动作识别 以及一些情感分析 问答系统 OCR等应用 当然这些还是有比较多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它在Apache Spark上相比于其他 我们在之前所介绍的应用上的一个优势版 首先的话DGR它作为一个Java的架构 它的依赖项真的非常少 相比于你其实看一下其他的架构 比如说ND4J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基于渣二的这个GG学系包 动不动就是二三十个异类像 但如果你使用DGL去加载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真正它的异类像只有十个左右 就但是然后然后你真正需要调用的 其实也只有三个包 总的内存量大小基本上可以在一百兆以内就完成 然后比如说你想使用一个PiTorch的一个engine 一个去做一个深度学习推理应用 那你会发现其实最后打包下来 你的这个包的大小会小于一百MB 然后同时的话DGL它可以 因为它是基于渣瓦的 所以它在多线程的支持上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它可以直接和Spark原生的executor 在JVM上进行一个多线程的一个任务 相比于你在PiTorch端进行这种任务 任务调度来说 它可以完全释放在Java平台上的一个算力 相当于是比如说你的一个 Spark Executor里面有四个核心 你完全可以开四个线程 甚至是八个线程 进行一个推理的任务 然后在多线程情况下 它的这个 它的throughput 它的吞吐量是非常可观的 同时DGL对于Spark也有很好的一个支持 它可以同时支持 HTFS或者是一些S3的一些URL 你可以直接从HTFS上 把模型文件和数据文件读入进来 然后直接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 开发的一个过程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相比于其他的 其他的平台你需要进行大量时间调优和内存管理 DGL其实它已经把内存管理做得非常的好了 基本上可以能够削减你很多开发的和调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只需要导入这三个包 然后和你的模型文件 你就可以基本上在10行20行之内代码 可以完成一个深度学习相关的推理 对 那么我们再讲到这些优势 那我们就来看看具体中使用 Java和Skala进行机器学习的一些案例吧 当然我们从第一个点来说 来讲一下Talking Data 首先Talking Data是一家在中国的大数据公司 它帮助很多客户进行一些数据分析类的任务 它们的数据量是非常庞大的 然后Talking Data在使用DGL的过程中 它们使用了DGLPyTorch进行一个离线大数据系统打分的一个任务 在过去的话 它们就像我在说的 它们是把Spark的一个Spark ETL的处理过程和推理过程是分开的 它们的做法是直接在Spark上做一系列ETL的一个过程 然后把产生的数据输送到一个 输送到他们自己host的一个Python的一个模型服务器上 进行一个推理任务 然后在推理的任务结束以后 再把剩下的数据发回到Spark的一个处理平台 然后把它进一步的处理到下一个级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就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因为你的数据平台 它已经产生在两个地方 一个是在你的Spark 还有一个是在你的GPU的一个推理服务器上 那么这个推理服务器如果说突然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它坏掉了或者是处理速度慢了 它其实会对你现在使用它的Spark ETL drop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那么就相当于这样的一个系统维护成本极高 第二点就是它效率不是很高 因为你需要把大数据首先导入出来 导入出来以后 你还得再把它位回到这个Python服务器里 然后之后Python把这个数据处理完以后 从Python服务器里再传回到你大数据平台 这样一个数据传输过程中其实浪费了不少时间 在过去的话 他们使用基本上要接近于八个小时做一个整个这么一套的这个数据处理过程 但是现在基于了一个Apache Spark Scala这一套解决方案 他们可以直接使用DGL 就原生的在Spark大数据平台上进行这一届工作 相当于直接就把这个深度学习推理和机器学习推理变成了你在大数据处理过程中的一个缓解 然后这样的话他们总的时间从原本八小时缩减到三个小时 同时维护成本也少了很多 因为其实本质上你使用了这种大数据平台的 比如说Apache Spark 当你比如说你有一个工作节点坏掉的话 它的这个系统会直接帮你替换出一个新的进程 帮你去完成它当时丢失的这个任务 所以相当于是Spark也同时帮你处理了这种 这种错误性的问题 所以总的来说维护成本也同时一块都建下去了 这样的话就是Token Data基于DGL的一个打分方案 那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家公司叫Netflix Netflix中文可以叫奈飞或者是网飞 他们是现在也算是在电影和数据流行业中最大的一家公司了 他们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很多著名的影视剧 然后包括那个包括白夜行等一些中文的这种 这种影视剧也被Netflix一起收录了 然后但是但是我们在这里的话可以讲一下 那个Netflix其中一个组在使用DGL处理这个方案 Netflix的一个大数据组呢 他们通过收集程序的日志来分析检查系统的一个稳定性 这些日志呢他们会通过一个是一个机器学习的模型 进行一个汇总归类 然后把它们分成不同的类不同类类的日志 这样的话可以帮助他们把不同服务过来的日志进行 进行更好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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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抗的一个过程 就是能够更好去去去去找到这个东西 他在他他代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然后他们使用的话他们没有使用Apache Spark 他们使用的是一个叫Skala Arca的分布式大数据流推理系统 一个推理系统 其实跟Apache Flinks的这个这个高速键 相对来说是比较类似的观念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也使用了使用了DGL的这个这个母模块 他的工作方法其实跟Apache Spark中 或者说是Apache Flinks中定义一个一个operator方法比较像 就是你可以定义一个算子 然后这个这个算子就像是一个微服务一样 你可以告诉他这个推理过程中 应该如何处理这数据进行一个推理任务 然后他们通过产生不断的产生DGL这样的Skala处理节点 就可以完成一个深度学习推理的一个过程 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使用的模型是TensorFlow和Onyx Runtime 然后相比于原本的他们曾经使用Skala API直接使用的这种方式来看 如果说你相比于使用直接使用Skala或者是JNI这种原生的方式去调用这些深度学习 或者是机器学习模块的话 你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内存管理和它的性能上进行这一系列调优 相比于这样的话他们的时间其实也被大大缩减了 使用DGL这一套方案 对 然后那么其实你可以去想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选择使用Java去构建一个机器学习平台呢 难道用Python本来就不香吗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仔细探讨一下 咱们为什么要使用DGL在大数据平台上 第一点的话其实很简单 因为它最简单就是它完全基于Java去构建的 那么使用Java的话和大数据平台现有的Java架构其实是兼容性而更好 因为对于Java平台来说 你想调用一个新的东西 你其实就只需要去引入一个Java包就好了 在地质楼层面也是一样的 你引入几个Java包 你这个服务就搭好了 你不需要去引入去做一个新的process 也不需要专门去做一个模型管理系统 也不需要专门去起一个Python包的一个管理系统 相对来说维护成本是非常低的 第二点就是非常快 尽管我们在这里说是大数据 但是其实在在线推理方面的话 它的延迟率也是能够做到非常低的 基本上跟CI加方面是完全齐平的 同时因为Java它原生有一个多线程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支持DGL 在多线程上也都是下了功夫的 无论是你使用的机器学义框架 像使用X3 Boost 还是使用Onix 还是说像那个深度学习领域 Apache MX-10 Pensiflow PyTorch DGL都可以完全的能够帮助 你们进行一个这种多线程的推理任务 基本上延迟率和这个吞吐量都可以做到最好 最后一点就是说这个平台是非常稳定的 因为我们非常了解用户在这个机器学习中 使用各种框架的一个痛点 就是说它会有一些内存泄漏 或者是一些一些进程 突然就因为一些奇怪的原因就死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每一个版本 发布的版本都进行了一个非常长时间的一个压策 包括超过100个小时连续推理的一个压策 确保我们的这个内存 还有它的这个异常的抛出都是完全正常的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在生产环境中 不会出现这种奇奇怪怪的问题 相对于Python的 你直接调个Python包这种过程 使用过程中的一个区别吧 当然的话你可以去对比一下 当然也有同学可能会说 那我直接比如说我在PySpark里 用一个Python的多进程 不是也都完全是可以的吗 这样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它会面临一个问题 尤其是对于一些模型结构 比较大的一些模型 比如说你的模型大小就有一个G的话 那么你在Python中你想去使用 你需要开一个新的一个进程 每开一个多一个进程 你基本上就要重新读一份这个模型 然后那么如果说你的核心数增多 比如说你在一个有64个核心的这个地方下 如果你真的想充分的把线程这个力量 完全释放出来 那你最好是能开64个 在Python上如果我开64个进程 那就是64个这个内存 对于很多平台上 这样的内存量都是支持不了的 那么在扎尔上的一个优势 就相当于是我本身是多线程的 我内存是共享的 我只用读一份这个模型 随便开多少个thread 多开多少个这样的线程 我都可以去调用 那么相比这样的话 那么在scalability 就是在可扩展性上 渣瓦是具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的 这样它也就体现了 其实这就是 渣瓦在大数据平台上另外一个优势的 就是因为它的内存可以去共享 所以说在大数据平台上的使用 更游刃有余一些 最后我们来花一些时间 来看一下大数据平台上的一些趋势 首先的话就是讲一下 Apache Spark在K8S 就是Kubernetes 最近容器化的概念是越来越多了 其实弹性部署 在对于生产环境中的重要性 也是不言而喻的 像现在我们至少在模型服务上 基本上很多公司基本上都是采用 Kubernetes一套方案 使用快速的容器化进行弹性部署 同样的道理 Apache Spark也可以直接在Kubernetes上去运行 只需要去把提前的配置和容器都预设好 你可以很快的在上面去起一套一个计算群 去帮你去完成相对的任务 这样的话可以提升机器的可利用率 同时减少你现在开核观 这个机器使用的时间 在云服务层面上 在Amazon的EMR 它同时可以和Amazon的EKS 相当于是一个在云上托管 Kubernetes服务结合在一起 去使用 这样的话用户可以在云上也同样实现 这种弹性的一个调度 比如说你可以去选择 创立一个200个机器的一个内存池 然后直接使用 直接在上面使用 在EMR上使用的方案 将来你直接在上面 可以起很多个Spark应用 也是非常的方便 然后在大数据仓库方面 其实现在很多大数据仓库 也也在逐步的在往那个 在往这种 ETL方向去发展 提升总总体数 当然他们的大数据仓库的本意是提升了 总总体的数据流转速度 比如说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Table 然后你想用SQL 然后那你如果你在大数据仓库上去使用的话 你的这个加速会做的非常的好 然后像比如说Amazon Redshift上 它提供一些Lambda的算子 然后你可以直接定义一些自定义的一些算法 同时在深度学习上你可以直接使用SageMaker的一些API 接入在里面 进行一个深度学习推理任务 然后同样的公司 还有Legacy Snowflake的Snowpark 它提供了一个DataFrame的一个接口 它为用户也提供了很多方面的应用 比如说你有些Spark的代码详写 你可以使用Snowpark一样去完成 现在其实大数据仓库也有一部分想要去完成 现在ApacheSpark能够去使用的工作 其实都是为了一个能够帮助用户更好的去利用现有的这些资源 然后能让资源的重复利用性做的更好的一个方案 相对来说 当然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从硬件上的一个加速 以前对于GPU来说 对于大部分人在曾经可能都是比较陌生的 但随着深度学习领域的一个兴起 在GPU上的支持也做的越来越好 ApacheSpark 3.0和NVIDIA Rapids在3.0发布的时候提供了一个GPU的支持 从Spark 3.0开始 GPU可以很方便的分享在各个的这个算子上面 基本上每一个算子都可以 就是一个worker都可以想 想用一个或者半个GPU的这样的算力 那么你可以利用GPUSpark的这种算子加速 来对于你传统的一条方案进行加速 基本上可以比如说 至少从过去的Benchmark上来看 有8-10倍的性能提升 相对于原来来说 你做一些这种加核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这种操作 你原本是使用CPU计算的 而你使用GPU利用它的这种并行和 和它这种超过上千的这种GPU Stream的操作效率来快 它的效率其实是非常高的 同时DGL它也提供了GPU的支持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在GPU平台上 对于生动学习和机器学习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 然后进一步的提升你整个ETL的发展速度 然后那么我们其实到这里我们说的 其实就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在最后的最后呢 其实我就来讲一些 关于DGL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发展方向吧 首先的话我们推出了一本 基于渣瓦的一个深度学习书 也是完全开源的 代码在网上也都有 它是由亚马逊工程团队打造了一本 基于渣瓦的深度学习书 它是一个动手学深度学习的一个社区预览版 然后我们已经写完了它的前世章节 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它完全使用渣瓦去写的 相当于如果说你是一个渣瓦用物 渣瓦写小的 想去学一下深度学习怎么用 的话你完全可以使用它 里面里面教了很多很常用的一些CVNLP的 一些训练的结构 然后包括从零去搭建一套属于你自己的 深度学习网络的一个过程 然后最后来讲一下DGL在未来的一个计划 首先的话我们会全面的支持机器学习 现在的话我们支持一些 Onyx Runtime用户可以导导入一些 SKLearn的一些模型 在未来的话我们会支持 ICBoost和LiveGBM的一些算法的东西 同时支持一些训练和推理上的一个过程 然后在Apache Spark层面 我们现在推出了一套基于GPU集群的 机器学习推理方案 在未来的话我们会进一步的和 现有的GPU算子的深度集成 推出一系列推理 以及训练的一些方案 对 然后今天讲的就差不多了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发到我的email 同时也在WeChat跟我说一下 当然我们现在之后的话 也会有一个讨论的一个环节 然后我会在线上回答一些 各位同学的问题 对 好 好